今天的日出还是挺美的 因为可能天上有一点云 反正是挺漂亮 比昨天漂亮多了 这里非常安静 早晨你看一点声音也没有 不像这个阿拉斯加那里 一大早出海打鱼的船 络绎不绝呀 那一两个小时 那睡在那个cumbing site里面 都被吵得睡不着 这种的视野比较宽阔 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出来看一看吧 我就入在下面这几个小绿屋顶里面 这个地方称作COVIFI NICE BEACH RESORT 从天上看COVIFI这个城不大 走路的话从东到西 应该是在二十分钟以内 很小 然后南北也很窄 也就是两分钟的步行距离 今天好像是退潮的日子吧 这是早晨你看北边的水还能够达到岸边 下午再来的时候水就已经退下去了 退下去了很多 待会我们会看到 COVIFI这里有很多很漂亮的hotel 昨天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但是你可以看到入住的客人并不多 所以现在虽然是他们的hot season 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来不了 想来来不了 这是南边的海湾水比较深 所以他们的港口都在这边 然后这边就显然就繁忙多了 比那个北边 下午来到北边看一下它的景色 你可以看到海水已经退下去了许多了 现在在岸边要达到 起腰身的水的地方要走很远了 所以很多很大一块空地都出来了 所以这边是不能够建港口的 水一落船都搁浅了 所以不行 早晨看的时候这边还是蓝蓝的一大片 早晨看的时候这边还是蓝蓝的一大片 现在你看这个蓝色已经退下去了 然后沙滩就都裸露出来了 然后沙滩的大小变大多了 北边的这个这个这个浙滩有点像那个 那个玛雅滩雅 上次玛雅贝那个地方看到的景 也就是四面环山 然后有一个小口这个海水从那里进来 从北边向南看就看到是南边的深水区 然后南边beach的深水区 你可以看到码头在那边 然后水也很蓝 就飞远了 该把它给弄回来了 要不然又跑丢了 北边这个沙滩的边上有很多的树木 所以游客可以在这里休息折音 不像南边 南边好像有点晒得厉害 这地方晒晒太阳 吹吹凉风游游泳 真舒服啊 真是好地方 都是北边的 上面 периode 北边的角落 南边的过游游泳 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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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今天也早点收摊吧 我们明天再见,拜